遇見美麗的彩虹是記錄這一次八八風災受創最嚴重的村落 是納馬下鄉的民族村 然後我們記錄的是他們堅持返鄉重建的村民 然後我們也藉由他們村子裡面的一個歌 那個歌手黃文中是一本他的歌 來告訴大家風雨過後才會遇到美麗的彩虹 所以這邊跟大家分享